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這個題目叫做《中醫如何看素食》 今天講了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是講一個濃縮版本 其實之前我在另一個機構也講過 如果有興趣想聽一個長版本講了一個半小時 就在網上可以聽到的 可以上網搜尋我的名字 可以找到這個題目的資料 我是一個素食者 我素食了好一段時間 其實大家可能都感覺到 通常中醫都似乎未必很支持素食 如果大家有人看過中醫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素食者 中醫通常都會覺得你吃素沒有營養 其實這也是一個叫做中醫對於素食的一種認識不足問題 或者這樣說 其實大部份中醫都不是太認識素食的 因為在大學裡面的訓練 通常都比較少教素食的概念 或者這樣說 就算是講養生 這個概念其實大部份中醫師都是自學回來的 就不是在中醫的學習過程裡面有教授 所以究竟中醫怎麼看素食 這是需要另外找一些中醫的估值去研究 才可以知道中醫過往怎麼看這個問題 現在介紹的是我其中一些研究的路口 就是在中國傳統文化怎麼看素食這件事 今天特別講這幾個問題 就是關於中醫怎麼看素食的各種小問題 包括中醫覺得是否一定要用動物的藥 大家聽很多動物的藥 例如鹿蓉、蛇膽、紅膽這些藥 究竟中醫是否一定要用的呢 中醫是否真的反對素食 又或者這樣說 簡單一點 吃肉、蛋、奶這件事有什麼問題呢 中醫怎麼看素食是否不夠營養 素食是否會覺得比較寒、糧、濕、濕、濕、 吃素的人身體都偏寒一點 中醫的呢 最後就說素食和你的長壽養生有什麼關係 今天講這幾個題目 第一個問題 中醫開藥方是否一定要用動物藥呢 首先當然不一定是 如果是的話 我怎樣做一個素食的中醫師 中國傳統文化 其實對於中醫所用的藥物 就不是稱之為中藥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中藥是現代的一個說法 在過去古代通常就不叫中藥的 叫什麼呢 叫藥物 或者叫本草 本草 本草 大家聽過這本書 就是中醫所用的藥 主要是植物的根部 或者各種植物 但是動物藥當然也有 在中國古代 例如這個古籍上面 這個就是一個唐代的著名醫生 叫孫思廟 他寫了一段文字 是我們中醫必讀的 叫大醫精神 這幾個字 是中醫診所經常掛著的 就講中醫的醫德問題 他那本書 那篇文章就講到 扶殺生求生去生更遠 即是如果你想求生命 但是你用殺生的方法去求生命 那當然是離開你的生命更遠 他講一個叫做醫者的道德觀念問題 即是你做一個醫生 你應該要令到人健康呢 你不應該用一種叫做殺型的生命 去令到你的生命得以保存的方法 他是這樣講的 例如是說 好像你要用一些中藥 其中有兩種蟲類 有叫做蟒蟲水疾 水疾即是吸血蟲 那些 他是中藥來的 但是你要用他 你必須要 例如是 在市場上 有見到那些已經自然死了 你應該先用那些 你就不要去 他未死 你就拿去用他 意思是說 你都要用那些動物藥 你都要考慮那個動物 是真的被你殺死的 還是他自然死的 好像雞卵 即是雞蛋 他是混沌未開 即是雞蛋這種東西 因為他還未長成小雞的時候 即使是這樣的狀態 非有大段要急之處 不得以隱隱而用之 即是說 其實雞蛋好像我們現在 日日平常吃的食物 他說 你不是去到最危急 你都不要用 當然 雞蛋在我們今時今日 就是一種很常見的食品 但在古代 其實這東西 不是人人有得吃的 是一種可以說是藥物來的 是一種保益的藥物 但藥物當然是有些人適合吃 有些人不適合吃 這個孫師廟也提醒大家 像雞蛋這樣這麼簡單的東西 你都要考慮清楚 在真的必要時才用 可以見 這個孫師廟這個唐代大醫 他基本上是支持食素的 在你用藥的情況下 你都要這麼謹慎 考慮這個問題 平時飲食當然不會無端 無故白試吃肉 在中國傳統的文化 其實大部份的中醫師 都很著重是應該 以素食為主的飲食方式 或者這樣說 其實在中國傳統的農村裡 大部份人都是以食素的飲食方式為主 你說他們是不是一定稱自己為素食者 也不是 但那些人基本上 傳統的飲食方式 是很難得才能吃到肉 是個時個時才說 專門湯一雞出來吃一下 平時你有幾可會吃到的肉 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的飲食文化很大的轉變 和我們傳統的飲食方式改變了 中醫是否反對素食 當然不是 中醫當然不會說你食素是不健康 現在那些如果中醫師跟你說 你食素不健康 是因為那個人本身不是食素的 他不是食素的 他很難跟你說食素是健康的 他還沒試過 因為這是一個社會文化的問題 不是一個醫學問題 因為普遍人現在都是受了西方文化的飲食影響 令大家都覺得食肉是正常 變成中醫師都自然要順應著這個社會的趨勢 這個社會覺得主流普遍的 你就不反對他了 舉個例子 例如現在很多電視節目 常常找一些中醫師去講養生煲什麼湯水 每個中醫師都會跟他說 找些什麼藥材加快瘦肉下去煲湯 怎樣都要加些肉 或者不加不同的內臟 其實中醫是沒有說這件事的 自古以來都沒有這樣教 要煲湯要加肉下去的 只不過是怎樣呢 因為現在那些煲湯的那些 家裡的婦女很喜歡這樣煲 民間的文化喜歡這樣做 又或者是電視台都覺得這樣是正確的 如果你不支持這件事 他就不請我中醫師去 如果我想他說的話 他就下次再不請我了 所以就導致了這種的 叫做民間的飲食文化 開始改變了中醫那種傳統思想 我們又看一看 傳統是怎樣看這件事 中醫就這樣說 我們肯定不反對吃素 我們都不會反對吃肉 因為在一個醫學來講 就是去解釋一個社會現象 即是說 的確有些人是會吃肉的 那些人吃肉之後身體有什麼變化 又或者是在他一些很貧窮的環境裡面 但他可能就剛剛找到一個動物來給他吃 他種不到菜 又例如傳統在西藏上面那些 喇嘛 他們就叫做藏傳佛教 他們容許吃肉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那個環境很難種到菜 所以他就被迫要吃肉 那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都會覺得 那你沒辦法 那你就吃了 那你為了生存 可能都要有些方法去折衷一下 但我們現在有多少人是為了生存 要吃肉的呢 沒有的 我們生活上 物質非常之豐富 那中醫傳統上 就不要反對 你一定要不可以吃肉 但是比較支持吃素的 其中一個理由 例如在我們兩千多年前 有一本書叫做《皇帝內經》 他就有一句這樣的說話 講出了人類應該吃的四大類的食物 包括五穀 五果 五粗 五菜 各種穀類 水果 粗類 包括各種肉類 蔬菜 這個可以說是 在人類社會的知識上 類似最早的人類的營養學的概念 就是說 人應該吃什麼基本食物 他就講出四大類 但是這四大類 它不是一個平衡關係 首先這樣 我們覺得好像這四類 每樣各吃一飯 好像健康一點 實際上它就不是平衡關係 他講最主要的是第一個 吃五穀為最主要的 而我們中國傳統文化 像中人應該吃各種穀類 為你養生最基礎 每人應該吃飯 應該吃各種的五穀雜糧 可能是馬 小麥 稻米 各種豆類 這些都是屬於穀類的一部份 水果 蔬菜 都可以幫助我們去衝擊滋養 唯獨有一個叫做五穀為益 吃肉 都覺得有益處 如果你吃下去 對身體都可以有幫助健康 但是這個益字 有一個很耐人沉迷的意思 因為古代益這個字 同時相通另一個字 叫做日 日就是指 旁邊三點水 這個益字 所以說滿舍的意思 有益當然對你來說好 但是中國傳統就覺得 水能在舟 亦能覆舟 你吃這個東西很容易太過 在這句話 他指出了這四樣東西可以吃 但沒有說你一定要這樣吃 相反 在皇帝內經裡面 記載了很多吃肉的問題 甚至好像西醫 西醫也沒有反對 一定吃肉有問題 但是吃肉當然有很多壞處 所以我們要知道你怎樣選擇 中醫就覺得吃肉有什麼問題 我們不特別講歷代的醫家怎麼看 特別是說皇帝內經 他裡面在兩千多年前已經認識到這些問題 第一個就說 熱病小語 吃肉則服多食則為 此其禁有 這句話的意思 特別是一些發燒的病 發熱 例如是感冒 如果你發燒的話 你剛好起來 要禁止吃肉 大家都不知道有沒有人聽這些 例如是說感冒 醫師就叫你回去戒口 戒口 應該要戒肉 現在很少醫師會叫你戒肉 傳統以來都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感冒的話要戒肉 其實不知感冒的 應該是各種大病初遇都是要戒肉 首先肉類相對於各種植物性的食品 是難消化的 你剛好大病初遇 腸胃是虛弱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你身體虛弱 你想就說想補一下 但你虛弱 這個時候你做些難消化的食品 你就很容易更加傷腸胃 特別如果是發熱的病 因為通常覺得各種肉類 比較容易令到身體溫熱 這個時候就會反而助長身體的火氣 你的身體就會叫做死灰復燃 即是會更加再發燒 可能病再起 這是基本的條件 各種病的癒口都應該是要戒肉的 甚至例如是說 很多大妻婆 生完小朋友之後 很多人都說坐月 坐月 如果你在坐月那個月 每天都煲些肉給他吃的話 這些就叫做補太過 傳統上的坐月 就主要是坐月 即是立法氣休息一下 就不是要你吃好東西 吃東西都應該是以清淡 簡單為主的 因為是要你身體慢慢長為恢復的 你剛剛身體虛弱的時候 應該吃些容易消化的食品 容易消化就應該是吃些清淡的 都是以各種的五谷類 蔬菜水果為最主要的飲食方式 補養身體不一定是要吃肉才補的 你吃什麼都可以補到的 有例如這句說話 跟我們今時今日的情況都很相近 他就說 蕭丹、腹肌、偏膚、毀缺、氣滿泛液、肥貴人 則高糧之疾也 他講出一堆疾病 這些疾病也稱之為高糧之疾 這些疾病包括突然間跌倒的疾病 突然間有一個人跌倒了 跟我們現在的心血管疾病 心臟病法 又或者是中風病 突然間會分到的 這些病是現今都市城都有的 中風、心臟病、偏膚、毀缺 特別是中風病後遺症的情況 這些病情叫做肥貴人的病 什麼叫肥貴人? 有錢人 首先古代的人大部分都沒有錢 要得到這些病 一般人是得不到的 要有條件的 有錢的人和肥的人 有錢人才吃得多東西 才可以肥得起 這些病是怎樣得來的呢 稱之為高糧之疾 高糧呢 大家可能聽這個名字聽過 就不是指我們吃的那些叫做北方的高糧米 不是說那種米 高糧呢 它是相通另一個字的 高呢 是相通於肥高的高字 是指肥高的高的意思 是特別指一些很肥厚的肉類 不只是指肥肉的 都包括一些比較肥的肉 就是肉類 再交換肥高的部分 那糧呢 就指細糧 就是一些很精細的糧食的意思 這兩種飲食方法 如果你吃肉多 另外就是吃精細的食品多 什麼叫精細食品呢 例如我們香港人 進去喝茶 你喝茶的那些 全部都是精細食品 就是你加工過的 點心那些 那就很精細 不是精細的食品 中醫傳統叫什麼 叫粗糧 粗糧就是粗糙的 例如你吃蕃薯 吃蕃薯 吃各種五穀類 吃穀類 如果你是吃白米的 就叫細糧 如果你是吃糙米的 叫粗糧 這些食品 如果你是越加工得越多 它越容易消化 那些就叫做細糧 你吃這兩種食品 這兩大類的食品 吃肉多 吃精細的食品多 都會容易得到這些肥貴人病 從現代來講 就稱之為文明病 我們今時今日的人 就很多人都有這些病 從某程度來講 就是這些叫做皇帝式的飲食 其實現在個個人 都是一個皇帝 以前那些宮廷的人 每天吃一個皇上 吃麵前真壽八味 幾個點食品 我們每天都可以吃到 這樣的飲食方式 以前的人 很簡單 農村的人 連菜都沒有幾條 有這麼多食品給你吃 所以這件事 是說一種飲食方式 是會導致這些病 似乎人類的歷史 是不斷重複的 古代的人 有這些狀況 今時今日的人 都同樣都有 在皇帝內經 已經提醒我們 例如說 這些食糕糧的病 會容易令到你生大丁 大丁就是身體的一些瘡 生瘡 有些人身體容易生什麼瘡 身體各個地方生瘡 生瘡最簡單就是生暗瘡 年輕人那些 殺到整個臉都暗瘡 特別是跟飲食習慣有關係 不單是年輕人 年紀大的人 特別是那些嚴重的人 糖尿病到最後期 會容易那些腳 就爛了腳之後 不能再關上 那些腳腹爛了的情況 特別是跟這些飲食方式 有關係 吃得太好了 令身體的氣血 就太過鬱陣了 後面這種病叫做熱中消中 都是富貴人得的病 熱中消中的病 通常就稱之為消化病 通常現在都會覺得 消化病跟我們今時今日的糖尿病 有很大部分的糖尿病病 是跟古代記載的消化病相近 但這句話 他就這樣說 如果你得到這些消中的病 應該要禁止你吃高糧 高糧即是肉類和小糧食 但是他就說 事不合其心 意思是怎樣 不合其心 即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富貴人家 你吃開這些食品 今時今日叫你 你為了你病好 你不可以再吃這些 要戒口 不要吃肉了 要吃粗糧 那當然就會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他就會說 我寧願死 我也要吃那些食物 我們身邊很多人 寧願死都不肯改變自己的 一個不良的飲食方式 是因為這種飲食方式 他太過了 令到他的內心 已經不能夠適應一些平和的飲食方式 再看看後面這句話 他就說 又是類似說這個情況 今次就說血食 血食跟高糧 高糧原本是這個高字 血食也是說 特別是吃肉 血食就是只吃肥膏那些 但如果那些肉類才會有血 植物哪會有血 這些血食之君 通常都是皇宮大人才做到 那些貴族 古代的諸侯 他們那些人的身體特徵 很特別 他就這樣說 身體脆弱 肌肉軟弱 我們一般的想法 通常都不是這樣的 他覺得這個食肉的人 身體強壯 我們經常都覺得 食肉的人身體強壯 但在座的人很多都吃肉 如果你吃肉 你是不是強壯 這樣說 如果你吃肉的人 一邊會鍛煉身體的 就強壯 其實就算你不吃肉 你鍛煉身體也會強壯 但是如果你吃肉的人 但你不是怎樣鍛煉的人 你身體就會柔軟脆弱 肌肉軟弱 其實這件事是正常的 即是說吃素的人 身體才更加強壯 那道理是因為你吃肉的人 我們現在西醫都理解這件事 就是說你那些肉裡面 有很多不健康的東西 會失去你的血管 那你的血管不通暢 你身體便會強壯 對不對 從中意來說 傳統都是這樣認識這件事 就覺得 肉類這件事 會令到你身體裡面 叫做氣血 太過性 太過充實 太好都不好 過猶不及 身體裡面那些氣血 太充實的時候 就會溶失在身體的 四肢肌肉上面 令到你身體就不得自然輕鬆 不得強壯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他特別說 後面血氣飆旱滑里 你的血流通得太過 跟我們現在說的那些人 為何得到那些高血壓 高血脂的病 古代都認識到這個問題 對你身體健康會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除了高粱之外 他就說 還有其他食物都有關係 還說後面有一個叫做熟霍之味 熟霍呢 熟就是指豆類 古代各種的豆類就是指熟 霍就是指豆類的食物的葉 其實吃豆類的食品 吃太多都有問題 我們今時今日都開始講這個問題 例如說素食者 應該多吃一些豆類 其實吃太多豆類都有問題 因為豆類這件事 其實都是很補的 從中醫來講 都是保抑身體的 你吃太多補的東西 對身體都是會損害的 意思是剛才講的菊類 蔬菜水果是最好的 吃豆類對身體 你感覺好像很高蛋白質 實際上高蛋白質對身體 都未必有好處 從中醫來講 豆類很多時候 質感可以製造出一些 類似肉食的食品出來 那些素肉、豆腐 就好像肉類一樣 其實質感相比 對人體健康都有類似影響 不過他影響會小時候吃肉 他影響會小時候吃肉 雖然豆類有很多好東西 但你也不要吃太多 他可以用來取代肉類 但他都有不少對身體不好的地方 吃太多的話 後面還有一句 特別講到 又是講這種吃肉的人 那種性格問題 很有趣的 吃肉的人有一種特別的性格 內經的時候 首先都是這些王公大人 血食之君 嬌之中辱 輕人 而無能禁之 他就說這些人 他那個人太驕傲 很放縱 對人都完全不放在眼內 這種情況 就是一些肉食的人 他那種性格 就好像得了那種 動物的那種兇殘之性 當然 動物不一定全部都兇殘 雖然你吃牛 動物就不兇殘 但因為你殺那隻牛的時候 你殺牠 那一刻 那個情緒 是很激動 是很怨恨 是很生氣的 通常我們現在就稱之為 你吃那些肉類 你會吸收到那些 所謂施毒的問題 所謂施毒 即是說 你殺動物的時候 其實牠有情緒的 動物 情緒一方面 會轉化成身體的毒素 另外這種情緒 都會透過那個肉類 去影響到你的人 所以吃肉 會容易令到一個人 他的性格 都變得比較暴淚 比較太過強壯 還有會是很 不理身邊的人的事 那這些人 如果你要叫牠 去改變他身體健康 就是這樣 沒有人能禁止牠 禁止則亦其治 他心智就好 不舒暢 這些人是很麻煩的 因為牠的病 就是因為這些飲食方式導致 如果你不禁止牠這樣做 牠亦之 順之 則加其病 如果你順他的意 說牠要這樣吃 牠的病就要加重 但如果你禁止牠 牠的病又會很不開心 牠又會很難頂 所以這是一些很難的病情 等於我們今時今日的文明病 很多我們身邊的人 都會同時間 又高血脂又高膽固醇 但是 還每天都吃很多肉 那牠就說一邊吃一下 降血脂 降膽固醇 降血壓的藥就可以了 但是這些就是自表不自本 現在牠就用了外來方法 去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 實際上你的問題是沒有解決的 你仍然是需要解決你的生活的飲食習慣才行 這些情況 往往就是因為你這種飲食習慣太長期 導致了身體的那種身心都受轉變 不單止身體受影響 你內心的性格都轉變了 這個性格轉變 令到你自己都很難去選擇一個正確的飲食方法 這裏是帶來吃肉的問題 內經裡面吃肉的問題都還有很多 我們就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就介紹一下 其實在皇帝內經裡面 已經說到人最本來應該是吃素的 他就特別說人裡面那個胃的消化能力 在內經有很多的經文都說 胃是主要去附屬人的那些叫谷類 水谷 即是說最適合消化什麼呢 就是消化各種谷類 谷類 包括各種的米粗糧 豆類 米有很多種 紅米、黑米、糙米、糯米、糯米 豆類有很多種 這些都所謂谷類的大範疇 人最適合是吃這些東西 在皇帝內經裡面 除了這一大堆 還有很多大堆 說是為者五谷之苦 為主要是接收這些東西 還有一大堆都是這樣說 為能夠發生人身體的血氣 主要是谷類進入身體裡 轉化成為你的身體的氣血 甚至有一段文字 嘗試記載 古代嘗試記載 你的胃有多大的 劏開它 看看你的胃有多大 他怎樣去告訴你 他的胃有多大 他說為能夠承受水谷有三頭五星 他用食物都是不忘用谷類 去告訴你 他的容量 內經裡面 就沒有跟你說 你的胃是用來裝肉的 特別說你最適合吃這個東西 那面對這一個解釋 可能有些人懂得素食 就會知道 不是喔 我們通常介紹說 人身體最適合吃的 應該是吃水果的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因為人是最接近寧長類的動物 靈長類就是說猩猩那些 猩猩那些 通常猩猩猩最主要的飲食方式 是吃水果的 蔬菜都不怎麼吃的 主要是吃水果 從身體結構來說 其實的確是水果是最適合吃的 但是我們從我們中國歷史文化的角度去理解 中國人是怎樣起源的呢 通常我們就說 在黃河流一帶 開始有一些人慢慢能夠發展起來 因為有水的灌溉 中國就是以農業立國 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是因為水果當然是最理想的飲食方式 但是古代你這麼多水果給你吃 如果你不夠水果吃的時候 最能夠快、靚、正、最飽肚的東西 就當然是穀類 最便宜的 最容易煮熟的 能夠養活更加多人的一種飲食方式 所以中國以農業立國的這種思想 對中醫的認識 人應該吃什麼都很大影響 當然中醫會覺得吃穀是正常的 這個對人的身體的消化都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從別的知識來講 我們都知道吃水果蔬菜都很有益處 黃帝內經似乎特別著重 告訴你吃肉有問題 吃其他蔬菜、水果、菊類 都沒有寫有什麼問題 他沒有寫說你吃很多菊 會有什麼問題 特別是說吃多肉 就會有各種身體的問題出現 所以從這個角度 我們已經很清楚知道 人比較適合吃素 只不過是如果你的人的性格 很嬌之中肉那些 你都不聽人說的 那你就吃肉 你自己的選擇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健康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走一條比較不健康的路 你可以選擇你到老到死的時候多點病 沒有人能夠控制到你的 是你自己的選擇 在醫學上 我就會覺得 告訴你一個正確的飲食方式 希望比較多人可以按照這個方式去選擇 你就會得到健康了 那當然啦 各種菊類的 叫做蔬菜水果都是適合吃的 除了肉類之外 大家可能都關心 吃雞蛋牛奶這樣行不行 中醫覺得 是不是應該吃雞蛋是不錯的 剛才說過 古代就不怎麼吃奶的 不怎麼吃蛋的 蛋這個問題是怎麼看呢 其實傳統上覺得 雞蛋是一種藥物來的 就好像在中醫的一本經典 叫《傷寒論》 都是差不多兩千年前的著作 他那本書裡面 將雞蛋變成藥物的 就是說在一些危重的病的時候 才加下去用的 不知道大家現在是不是過到危重病了 生活上平時都要吃蛋 其實蛋是沒有需要平時吃的 在一些重病的時候才吃是有幫助的 這個雞蛋當然可以說真的要補身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平時經常都在補身的話 你就會對你的身體可以說成為一種依賴性 即是說 如果你在一些身體沒什麼事的時候 你都補身 你都用一些很厲害的藥 到你真的病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你就沒得救了 你就可能很難去再找一些更厲害的藥去幫你 就好像西醫都是這樣 你平時都用一些很厲害的抗生素 去到你真的得重病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所以這個問題是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你應該不要亂去補身體 我們熬了一陣 大家快點處理這個問題 雞蛋是沒有雞的卵 雞蛋這件事其實很奇怪 等於那些女士 如果我們從現代 用人的角度來說 就是你每個月都要排卵的時候 那你排了卵之後就被人吃了 那為什麼要吃人的卵呢 當然你會有問題 我們從那個弱性來說 我們會覺得 它是一個沒有雞的卵 特別是屬於陰性的 所以它可以有滋陰潤醋 養血安胎的作用 當然當然是有病的情況之下 它也有用的 另外我們要說奶 牛奶中醫傳統都有些時候會用的 例如在清代有一本書叫瘟病條片 它就說在一些外感的瘟疫病上面 如果那個外感已經剛剛去除了 但是那個胃出現了乾燥的問題 通常稱之為胃的陰虛 或者胃的遵液乾燥 這個時候就說喝牛奶 可以幫助養胃陰的 但那個問題是 大部分人喝牛奶都不是這個病情的 如果你沒有這個問題 而你喝牛奶 你會有什麼問題呢 你就會出現一個叫做 補陰太過 意思是身體沒有這個叫做陰虛 胃陰虛的情況之下 你不斷養胃的陰 就會令到胃的陽氣都虛弱 胃的陽氣虛弱之後 通常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叫做胃裏面有寒濕 胃裏面的濕氣寒氣太多 所以是這樣的 現在很多人 特別是那些小朋友 現在小時候就會容易有 哮喘 身體很散弱 為甚麼 例如小朋友的濕疹 皮膚病很難好 跟這個小時候 經常喝奶太多有關係 當然是說牛奶 不是說人奶 如果你小時候 經常喝牛奶 喝奶睡那些喝太多 身體的脾胃就會因此而受傷 本身小朋友脾胃都是偏弱 即是未發育緊 這個時候你再傷他的脾胃 之後自己的氣血就生化不了 身體裏面就越來越虛弱 那些濕氣經常停在身體裏面 這些情況之下 你就會覺得我小朋友很弱 但原來是那個家長 令到他身體弱 是因為你經常有一種 不健康的飲食方式 去傷害身體 這個就是小朋友 應該這樣說 其實是沒有必要喝牛奶的 你喝人奶 去到半歲至一歲之間 其實已經可以戒奶了 可以轉變成正常的飲食 如果你繼續保持一個 飲牛奶的飲食方式 就會傷身體 傳統上 除非你那個產腐 是有問題 出不了奶 你先找牛奶去幫幫他 所以上人就不需要這樣做 我們再看看其他事情 中醫怎樣回應 這個食素不夠營養呢 其實有些人就問 中醫師究竟食素是否不夠營養 其實素食和營養的關係 如果你問一個中醫師 可以說問錯人 因為中醫就不說營養的 第一件事 自古以來 中國文化都沒有營養這兩個字 怎樣說 營養古代都有 但是營養就不是想著那種食物 裡面有什麼維他命 礦物質 不想這些東西 營養是現代西學 這個近代的產物 大概這一百年才有的 如果你是一個年紀比較大的人 你想想 你小時候 都沒有人說營養的 營養這件事 如果在二三十年前 都沒有什麼人說 如果現在的鄉下的人 你跟他講營養 他最多聽過這個字 但他都不知道什麼是營養 營養這件事 在中醫就不特別說 中醫自古以來講什麼呢 我們就講味道 五味 特別說傳統 就是適香味俱全 你怎樣知道一個食物 好不好吃呢 適香味夠不夠 選擇食物 應該特別說 食物的口味好不好 他是不是傳統的定義來講 是對人有健康的 選擇食物 你不一定要知道 每個食物裡面的營養是怎樣的 你最重要是知道 你身體健不健康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中醫就著重人的內座因素 就是說 如果你一個人的消化能力 是充足的 你是健康的 其實你吃清茶淡飯 你都會夠營養 所以那些山裡面的寺廟和尚 每天都是吃清茶淡飯 白粥、豆腐 為什麼都夠營養呢 甚至少林子裡面打功夫的人 身體那麼強壯呢 就是因為你自己身體健康強壯的話 其實你吃些什麼都沒有所謂 你吃些很簡單的食物都已經健康了 反過來 如果你說食素不夠營養呢 這個問題是等於一個叫做推卸責任的問題 你經常說那些食物是不夠營養的 但是你有沒有問過自己 你身體健不健康呢 中醫就更加著重你個人的內心收養的問題 你自己的身體健康的話 你吃些很簡單的食物都健康的 這是中國文化的想法 叫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從自己開始入手的 現在我們西方文化 經常推開給別人的 就說我們現在吃的食物不夠營養 或者提供給我吃的食物不好 餐廳不好 社會不好 中醫就更加著重自己人生的內心問題 所以如果你自己身體健康的話 你就不擔心營養不夠了 我們往往有一個問題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素食者 你越擔心自己營養不夠的話 你的確會營養不夠的 為什麼呢 因為覺得你個人的精神狀況 是會影響健康的 講一個最簡單的一個中醫理論 中醫就講人的脾胃 是負責主管你的消化和吸收的 皮和胃的分別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胃負責消化食物 這個大家知道 胃消化完食物之後 就產生到人的氣血 之後這些氣血 去到就會交給皮 皮就負責將這個氣血 把它散佈到全身的 散出去 給身體使用 即是胃只是負責消化而已 去不去到全身就靠皮 現在有個問題 假設你皮虛弱了 但胃是健康的 那情況就會怎樣 皮虛弱 胃是健康的 胃就會消化到食物 但你消化到的氣血 就硬是去不到全身 這個狀況 就類似那些叫做能夠消化 就不能夠吸收 從這個角度來講 什麼情況會容易人皮虛呢 中醫有一個講法叫做 絲傷皮 大家可能聽過 絲傷皮 絲傷皮 絲淚就會傷皮 一個人想得多 就會傷皮 如果擔心食素不夠營養 你那種擔心 是會令到你那個人消化得不好 所以如果一個人 那些絲淚多的人 往往身體很受弱 你吃很多東西 其實都變成不到自己的東西 如果那些人 傳統就說 深廣體半 如果你很輕鬆 什麼都不想 吃什麼都變成你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剛才說 為什麼寺廟的人 能夠吃很簡單的食物 都變成自己 當然他吃這麼簡單的東西 同時間他有內心的修為 他那些人沒有煩惱的 是不修的 人會修養自己 所以其實很簡單的食物 都會身體健康 這個問題 就代表一個環保的問題 如果你的人很多煩惱 你吃來吃去都吸收不到 你就吃多些東西 那就叫做好不環保 就是浪費了 如果你的人 同時間你的頭腦是很放鬆 你吃很簡單的食物 你就可以健康 這個人就好環保 對不對 這個道理是這樣 這個環保是需要從內心去作手 才可以心靈環保 好 食素會不會令到自己身體怕冷 其實這裡我們就簡單說一下 某程度來說 這個食素的問題 一般素食的食物 都不會令到你怕冷 可以這樣說 素食的食物 一般都不是特別是寒涼 一般食物都應該平和 有些人經常覺得 食素食物是會寒涼的 這種是想像來的 每種食物都會有寒涼的特性 水果都有一些瘟熱的 例如龍眼那些熱的 榴槤非常熱 你又不說食物會令到你好好溫熱 這個問題就是 你都叫做一枝肝打一船人 你見到幾個食物是寒涼的 西瓜寒涼的 所有水果都寒涼的 這是一種想像 食物都有不同的寒涼特性 但是一般稱之為食物的食物 通常都是性平和的 相對來說 的確 比較多的肉類是性熱的 比較多肉類是熱的 通常有些什麼狗肉 什麼豬肉 牛肉 豬肉通常都不是比較性熱的 牛肉通常是性熱的 但是肉類都有一些 不是性熱的 什麼說 鴨肉那些 就說是水的一種 在水裡面生長的鴨 通常是性寒的 如是者 肉類的食物都會有不同的寒涼之性 所以你這麼說 食素寒涼 這就是一種自己心裡想像的錯誤觀念 但是我們即使這樣假設也好 即使大部分肉類都是熱性 如果你現在說自己吃素 是因為我少吃了肉 所以我身體就寒涼 這個問題就等於 例如說 如果你是一個人 假設你冬天 如果我不開暖氣 我的人就會很冷 甚至你再嚴重點說 我在夏天的時候 如果我不穿多幾件衣服 我的人都很冷 那這是什麼問題 是自己的問題 是你虛弱 如果你說你不吃肉類 不吃瘟疫性的食品 你自己身體就寒涼 這個根本就不是食物的問題 是你自己身體有問題 你自己身體本身寒涼 很虛弱 所以你不依賴一些食品 你就會頂不住 如果你是一個健康的人的話 你吃平和的食品 是不會令到你寒涼的 這是一個基本的觀點 所以如果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令到你不怕冬 假設身體是虛弱些的人 想不怕冬 有一個反過來的想法 可能我們經常覺得 如果你怕冬的人 那就多穿衣服 冬天開暖氣 或者是沖熱水涼 問一下大家 這樣是不是可以幫到你 令到你溫暖 你冬天每五天都開暖氣 你才感覺你是很溫暖的 你開暖氣那一刻你溫暖 你不開暖氣那一刻你不會暖 對不對 這是依賴 你怎樣可以令到你不用依賴這些東西 你都真的溫暖 怎樣做 怎樣可以令到自己不依賴 做運動 沒錯 你要鍛鍊身體 你要鍛鍊身體更加強壯 做運動是一個身體的鍛鍊 肌肉的鍛鍊 除了這些鍛鍊之外 還有很多鍛鍊 例如飲食上面你都可以鍛鍊 例如反過來 你應該吃些生冷的食品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平時比較少吃生冷的食品 所以你身體才受不到 你身體應該吃些生冷的食物 鍛鍊自己的腸胃 這種鍛鍊的觀點就是這樣理解的 中醫認為人的養生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病的時候 你吃藥 有病的時候 你不要想著自己怎樣解決問題 吃藥可以幫助你 如果你是剛剛病好 身體可以弱一點 應該調養一下 那些時候就真的需要著重 注意身體比較怕冷的時候 就吃些溫暖的食品 如果你是寒的人 你就吃些溫熱的食品 是熱的人吃些寒涼的食品 這些是一般中醫著重的調養 但是這種飲食方式 不會能夠令到你長久健康 如果你是想要得到身體非常之高的健康 就需要注意 在你身體比較健康 沒有病的情況之下 你要鍛鍊身體 鍛鍊身體才可以令到你身體健康 鍛鍊包括很多事情 做運動當然是鍛鍊 剛才說的例如是吃粗糧 粗糧就是一種鍛鍊方法 令到你的腸胃 可以更加接受到一些比較難消化的食品 你身體腸胃才健康 是不是這樣說 食素也是一種鍛鍊方法 透過很簡單的飲食 你都能夠吸收到足夠的健康 那你就身體健康 有例如是 有時需要斷食 你聽過斷食嗎 即是說 需要吃少點東西 吃少點東西是一種鍛鍊腸胃方法 即是說你有時不吃東西 你都可以捱得過它 你的身體都能夠承受得到 身體 好像自然界的動物來說 通常不會餐到東西吃 自然界哪有動物 一天吃三餐 吃到就吃不吃就不吃 但是他都不會說 我吃無定時就不健康 吃無定時 你的腸胃就不健康 是因為你有胃病 你沒有胃病的話 你是可以吃無定時的 對不對 沒有胃病的話 更加要訓練自己吃無定時 所以這個 反過來來說 如果你想要身體不怕冷 就需要令到你反而吃一些生冷海量的東西 所以現在就提倡 應該吃生機飲食 吃生的食品 應該吃一些生的蔬菜水果 令到你自己訓練自己 叫做消化 傳統上就稱為附屬水谷的能力 即是說其實 你每次透過你的鑊去煮熟食物 其實你唯有能力煮熟食物 你每次都依賴煮熟食物 你每次都依賴煮熟食物 你吃完加工食品 煮熟食物都是一種經過加工的食品 就不是粗糧 所以 吃生的蔬菜水果 才是真正幫助你長久健康的方法 但剛才說這些是說不同層次 如果你現在是病的情況之下 不要做鍛鍊 感冒的情況下 不要叫你去跑步 所以要分清楚自己是甚麼階段 你在一個比較身體的虛弱 想轉化一個過程 就要逐漸增強自己身體的鍛鍊 那最後就說說 其實素食是很著重人的一個修心養性的過程 雖然素食的身體有幫助 但對人的內心都有影響 剛才說吃肉的人內心就會容易暴淚 容易是比較剛強 容易是變成一個性格很差的人 吃素的人反而會令到人的內心平靜 好像傳統系孔子都特別說 吃素著重心渣的觀念 即是吃素是一種修心養性的過程 有些素食者特別說不吃五身 五身特別是佛教會強調這件事 即是吃那種蔥蒜韭菜 都是要做分的食品 但你說為甚麼 它是食物來的 因為它會對人的內心有影響 好像這個皇帝內經有一句說話 就說吃這些新的食品 多吃之後會令到人動心 動心即是心好像有個洞 感覺很空虛 有些東西韌著韌著的感覺 它說好像這些食薑韭菜的食品 它會經常令到有些氣往上走 令到你心肺的地方 都經常有些氣往上韌著韌著 問題是吃蔥蒜這些東西 其實會令到人心煩 心煩就會令到你內心不平靜 素食的最高境界 就不只是說身體健康的問題 素食會對一個人的內心都有影響 會令到你身心清淨的人 會容易平靜下來 沒有那麼多煩惱 所以素食對人身體有很多好處 素食的目的 最終是為到你的身心合一 即是你希望身體變得更加好 同時間內心都同時間 是跟身心協調的狀態 如果真的需要令到人長壽的話 長命百歲的方法 素食是一個不義法門 過往大部份那些長命百歲的老人家 大部份都是以素食為主的 或者飲食成俗都吃得很少 間中才吃一吃 《環帝內經》裏面有一句說話 特別有一句說話 叫做 當然要防備一些對健康不好的因素 最後就說 甜淡虛無 真氣從之 精神內守 病安從來 當然甜淡虛無 是說內心很平靜的狀態 如果你吃肉 你跟我說內心很平靜 我就不太相信了 你每天都在一個很紛亂 很煩囂的一個生活環境裏面 你很難內心平靜 你每天這樣吃肉 令到自己的內心 是長期處於一種煩戀的狀況 只不過是自己不察覺 即是說精神病 有人不知道自己是精神病 自己平時很心煩 我就不覺得自己心煩 當你吃素之後 才會真正體會到一種 真正的內心平安、平靜 我個人都是吃素了 大概五、六年以後 就開始感受到 原來飲食真的影響很大 你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 清淨身心之後 才會感覺到這種情況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 令到自己的年紀 可以到百歲 不妨改變一下自己的飲食方法 今天講座到這裡 我們如果想多看一些 關於素食的資料 可以上網搜尋一下我的名字 我有很多素食的文章 今天講座 因為時間關係 說不到很多東西 想聽完一個完整版的講座 得妨想去我們CUPO的網站 綠色生活教育機構的網站 上面有一個 這個講座的原色錄音 好,謝謝各位 謝謝